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美洲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半星期关于汽车的最新资讯 第一个新闻 Toyota Corolla Cross 小改款将更换Dynamic Force引擎 Toyota Corolla 是一款定位于C Segment SUV 在东南亚版本的车型 只有两种引擎的规格可以选择 一个是NA的1.8L 总共为138 HP 还有一个是Hybrid 1.8L 是122 HP 这样子的动力数据 在过去备受消费者的质疑 相比同价位的车款 确实完全是没有优势 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所以在2023年的升级版的Cross当中 他们将会使用2.0L的Dynamic Force引擎 其实在别的市场他们已经开始在投用这颗引擎 这颗引擎最大的动力表现为169 HP 峰值扭力203Nm 匹配的是Direct Shift CVT的变速箱 不过这个升级的版本 首先会在泰国率先推出 而且是在2023年的年尾 引进我国市场相信我们要等到2024年 第二则新闻 Toyota Camry 大改款 跌照现身 因为各种原因 今年Sedan的市场大幅度下滑 大家期待很久的Camry可能只是采用目前的平台 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修改而已 就好像过去的Vios曾经一度推出了一个所谓的3.5代 以作为一个过渡 根据我们获得的这张跌照 其实整体的轮廓还是跟现款的Camry有着几分相似 当然外观上也是有着很大程度的改变 内装也更符合现在的潮流 包括超大尺寸的荧幕 数位化的仪表等等 整体的设计风格应该会更偏向全新一代的Prius 或者是Crown等等的车型 引擎动力配置的部分 应该会延续目前这一具2.5L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这一个2.5L的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原本 动力最强的这个3.5L V6自然进气引擎 因为排放法规等等的原因 已经停产了 所以这个版本很有可能会以全新开发的 2.4L涡轮增压引擎为取代 以Highlander这款车作为参考 这具引擎最大的马力为270HP 峰值扭力400Nm 匹配的是一个巴速的自排变速箱 第三个新闻 Proton X90正式发布 全新的Proton X90终于发布了 还一共有四个车型 价格最低从123,800块起 其他的三款可以看看以下的价格表 这款车 全车系搭载了1.5L的TGDI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加上一个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匹配七速四式的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187HP 峰值扭力表现300Nm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 这款车款的后悬吊 采用的是一个multi-link的独立式悬吊 不只有更好的操控表现 同时舒适方面也更加出色 可是在中国 它的原型车就是这个极力的豪月上 还是使用 Torsion Beam的非独立悬吊 因此这个算是Proton自家独特升级的点 这款车在安全配备上也是非常齐全 而且还获得了Asian NCAT 5星的碰撞测试成绩 相信这样的配置 和这个那么有竞争的价格 一定有很多人关注这辆X90 那么对这辆车有兴趣的朋友们 不妨可以亲自去试驾看看 第四则新闻 部长预告 Producter其中一款新车将在近期内降价 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长Dangu Jafru 在他个人的社交媒体上 预告了Producter其中一款新车将会进行降价 并要公众猜测到底是哪一款车会降价 只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时候 原厂会公布这个降价的消息 而在评论区里面 就有网民大胆的猜测 会不会是当价车款Myvi进行这个降价 或者是早前上市后就一直被吐槽卖太贵的Asia 只不过评论区里面的留言部长都没有急于回应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里 一起讨论到底是哪一款车会进行降价 最后一则新闻 Cherry Malaysia 正式开始运营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预热和准备后 多年前曾经退出本地市场的中国品牌 奇味正式的重回了我国 根据他们已经确认的消息 他们将在我国首发的新车 包括了OMODA 5 还有这个TGO 8 Pro 他们将会和SIMW合作 在位于SIMW的工厂 进行旗下车款 在我国CKD本地组装的工作 同时借的车除了会公用大马市场外 甚至还会出口是其他的国家 这家中国厂商也会在我国提供一个很罕见的10年 或者是10万公里的原厂保固 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一次真的是诚意十足 除了上面这两款车以外 其实他们也计划在我国大展全角 因为从之前计划的30家的经销商 直到他们提高了在全马各地开设70家的经销商 之前所规划的30家的经销商 目前这30家都已经正在装修 预计6到8月就可以开始进行营业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那么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订阅、分享、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期再见 Bye